资深医人陶大伟因为肺癌并发多重器官衰竭 今天下午在台大医院告别了人士享受70岁 陶大伟的儿子陶哲发表声明强忍悲伤说 他的爸爸是淘气转身幽默神隐去了 陶哲感谢各方的关心 但是希望各界给予空间让他重新整顿心情 资深医人陶大伟经传12号下午2点54分 因肺癌和病多重器官衰竭于台大医院病逝 儿子陶哲随后以简讯发表声明稿给各界 陶哲在声明稿中表示 陶大伟在9月12号下午3点安然辞世 虽然不舍但也只能接受家父淘气转身幽默神隐 陶哲也谢谢各方关照与助导 但与家人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才能重新起步 也因为陶大伟一生谨守简单朴素 不麻烦人的处事原则 所以陶哲对于朋友的热情与关怀也无以回报 但希望大家可以谅解 陶大伟去年曾因心脏不舒服入院做检查 上个月一度又惊传他因心脏病发进医院 让演艺圈有人相当忧心 1942年9月28日出生的陶大伟 本月正要过70大寿 没想到却突然传出因为肺癌病逝的不幸消息 好者感谢外界关心 但也希望各界可以给他一些空间整理心情 UGN TV综合报道